以軍發布視頻 據稱顯示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在停火後在黎巴嫩南部行動 以色列說星期四空襲黎巴嫩的目標 是違反停火協議的真主黨火箭儲存設施 敘利亞反抗軍和土耳其支持的盟友 星期五炮擊了敘利亞第二大城市阿勒婆 對敘利亞政府軍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馬來西亞十年來最嚴重的洪水 造成至少三個人死 8萬多人流離失所 年度季風從11月開始將持續到3月 在納米比亞投票站星期五重新開放 兩天前選舉因後勤和技術問題陷入混亂 選舉委員會將投票的期限延長至11月30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 星期五到訪巴黎聖武院 視察建築修復後的內部結構建築 計劃於12月8日重新開放